华林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凤凰志工研习训练 虽然年度例行性的训练内容 不过第三大队这次特别也把林务局 台九县救难协会等协情单位的志工一并的纳入 强化了三大队辖区范围内的救灾救难品质效率 不论是老鸟还是新近的菜鸟 大家都专注学习 快乐当消防救灾救难的最强好帮手 第三大队教官团教练图文并茂详细说明后 也及时检测验收学员们的学习成果 加深每位志工的印象 好 那绿的就正快一点 黄的 红的 好 公布答案啊 红的 三十二十的 你们是不是被 你们绿色选绿色是不是被可以遵从指示片了 对啊 可是他不一定能走啊 环林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凤凰志工年度研习训练 即便是例行性的研习 各分队凤凰志工都踊跃参加 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在面对协情救灾时能够提供最佳的协助 整个大环境还有整个社会上面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事件的发生 那需要多一点就是会有这些技能的人出来帮忙 嘿 那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都有很好的帮助 那原本我自己就是复学嘛 所以想说有参加志工 然后还有一些技能去做这个志工会更有意义 因为来救护也是要多增加知识 然后学习一下这个基本的概念 这样子 那最大的收获 学的业都收获蛮多的 除了专业救灾防灾知识 第三大队教官团也规划模拟操演课程 让学员们做中学学中做 此外凤凰志工为数不多 在重大救灾救灾时往往也鞭长莫及 因此这一次也特别加入了包括领务局 台九县救灾协会协情与理单位志工 共同研习训练 特别的地方有在于说我们有邀请了我们的协力单位 像预管处啦领务局啦 还有我们台九县救援协会 以及我们的环球救援协会等等的 来参与我们一起 参与我们这个初期救护技术员的训练课程 那初期救护技术员训练课程呢 我们当然就是以技术性的部分呢 为最主要的课程 我们当然也包含训练了我们的所谓的CPI加AED啦 还有我们的翻身上场被板啦 用来保护病人的颈椎啦 华林县消防局第三大队 这一次凤凰志工研习训练 总共有20多位的志工来参加 而其中不乏有新进志工参训 第三大队教官团洪奇川表示 监测通过的志工们 除了颁发初级救护技术员的证照 未来也将全面投入消防救灾救难的邪情工作 共同守护第三大队辖区居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 记者是宇兰 玉里采访报道